第二百二十七集 做决定也冲动 这几年下来 也想清楚想明白不少 他最对不起的就是卓小猫 现在回来了 也就不会再离开 在剩下的生命里 他会一直陪着卓小猫 看着他长大 小卓还准备跟正探说说话 那边幼儿园里就有孩子出来了 卓小猫是跑着出来的 平时也没见这小子这么迫不及待 妈妈 妈妈 跑出来的卓小猫直接往这边看 见到小卓之后 着急和担忧的脸上 立马就只剩下笑意了 卓小猫直接扑到小卓怀里 然后低头叫了正探一声黑格 对小卓道 妈妈 妈妈 我们请黑格一起吃饭吧 黑探一起吗 小卓看向正探 正探扭头 今天还是算了吧 让这母子俩多拒拒 看卓小猫的欢腾劲儿 一时半会儿都冷却不了 卓小猫叫了两次 正探也没跟着 等小卓牵着卓小猫离开 正探往大院回去 走了两步一顿 转了个弯 跟在那母子俩身后不远处 现在时间还早 焦妈还没回家 正探还可以在外面多待会儿 顺便听听小卓 跟卓小猫说些什么 不过 这一路都是卓小猫在说话 小卓只是笑着听着 时不时应两声 让卓小猫表现 经过国际学术会堂那边的时候 从会堂里面出来一群人 被簇拥着的是几位 还有了名气的年轻海归教授 大部分都是三十岁左右 跟小卓现在差不多大 就算大也大不了几岁 只是他们看上去比小卓年轻些 光彩得多 众人拥促 周围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们陪着 年轻有为 潜力无限 国之动量等词不断出现 如果小卓当初没有去参加那个项目 现在或许也在这些人之列 甚至比他们走得更高 一群带着光环的身影 与小卓和卓小猫擦肩而过 他们并没有去多注意这对母子俩 在一堆人的恭维中 谈着自己的理想 谈着报复 谈着自己的成就 谈着自己的光彩未来 已经走过去的小卓 回头看了眼那群人 并没有多少羡慕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有各自走的路 虽然论贡献 他可能比那些人的成就 合起来都要大 但他的那些成就 是不能放在明处的 至少现在还不能 看了一眼之后 小卓便回头 继续牵着卓小猫往家里走 小卓回头的时候 没有去注意卓小猫的动作 但跟在后面的侦探看到了 卓小猫也看了那些人一眼 等小卓回头的时候 卓小猫也回头了 周围有其他幼儿园 接孩子回家的家长 一个小孩子 坐在自家妈妈的电动车后 正显摆着今天学到的一首诗 骆宾王的永和 背错了几个字 但这个年纪的孩子 背出诗来也不容易了 即便他们理解不了 诗句中的意思 父母们照样高兴得很 卓小猫看了那个孩子一眼 然后摇摇小卓的手 对小卓道 妈妈 妈妈 我们也来背诗吧 好啊 小猫想背什么诗 小卓道 我们对诗 好啊 对诗 小猫先说 卓小猫想了一想 下巴一扬 青汉里皮棚 小卓愣得愣 然后不禁笑着接道 探蛋养福奶 那枚铝归林 柳绿牙甲钙 跟在后面的正探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诗 这他妈明明是元素周期表 卓小猫 你这么屌 你以后的语文老师知道吗 因为小卓的回归 正探原本打算堵了卓小猫 将人带到大院那边 然后把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他的 但现在看来 好像没必要了 没有什么礼物 能比小卓的回归 更让他高兴的了 所谓的安慰礼用不着 礼物今儿是送不出去了 也不急着送 等有机会再说吧 没想 正探还没选好时机 小卓就直接上门来了 拜访一下娇爸娇妈 小卓跟娇爸娇妈谈了会儿 当然 说的并不是他参与过的项目 那些可是签署过保密协议的 不会 也不能泄露出去 和佛爷当初给他找的出国 做研究的借口一样 他说的是这几年在国外参与的研究 没多说 毕竟不是真的 小卓也不好撒太多谎 娇爸心里明白 也没多问 小卓这次上门 除了拜访焦家的人之外 顺便接正探去他们家 和卓小猫一起过六一 六一那天 焦家四人根本就没假期 正探在小卓那边待一天都行 等五节过后 周一六一节那天 正探跟着焦家的人一起出门 小柚子去初中 焦爸去学院 焦妈去腹中 焦远周天就回学校去了 所以这天早上去腹中的 只有焦妈一个 正探则在下楼之后 直接待在大院里 趴一个木椅上等着 椅子旁边还放着焦爸 帮他拿下来的 用袋子装着的 用来送礼的抱枕 口袋那里是小柚子帮忙 用丝带整的礼品用的 那种蝴蝶结 按照小卓的意思 他今早会出门买菜 然后直接过来接正探 他们现在依然住在 西家属大院那边的电梯房 正探自己不好独自过去 那边大楼的门禁比较麻烦 何况还带着一个礼物 早上 大胖跟着他家老太太去买菜 阿黄还在家里困窖 警长则出了六弯 听说警长这家伙 端午节的时候 在家一下子偷吃了三个粽子 他主人发现之后 立马送去宠物中心 一般来说 猫吃点粽子也没啥 但粽子黏 也不好消化 吃多了也不好 而且以前大院里出过 猫吃粽子被掖住 差点掖死的事情 就在警长他们旁边那栋楼 也难怪警长他主人 看到少了三个大肉粽的时候的心情了 不说掖不掖 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粽子 他主人总觉得不妥 硬是抱去检查了才放心 家里养猫的 对猫偷吃这种事情 总是防不胜防 既起他们没节操地偷吃 也担心他们吃过某些 不太合适猫的食物之后出事 所以养猫总是格外费心 看着往大院外翻墙出去的警长 正探摇摇头 正探没等多大会儿 八点多的时候 小卓就过来了 手上提着刚去菜场买的菜 也不算多 东西转到一个手上之后 就帮正探拎着那个黑色猫头的大抱枕 这个是焦爸打电话跟他说过的 让女人帮着拎东西总是觉得特别扭 但正探也没办法 谁让他现在只是一只猫呢 西区大院现在的绿化也很好了 不像刚溅起来的那两年光秃秃的 树的枝条也散开了 看起来舒服很多 这时候上班的店也没看到什么人 正探没走楼梯 跟着小卓一起乘电梯 进屋之后 正探发现 和几年前相比 屋里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是多了很多卓小猫的东西 墙上原本的装饰画 变成了卓小猫的涂鸦座 这几年帮忙照顾卓小猫的小万 已经离开了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取代他的是另一位中年保姆 佛爷新找的 和小卓怀孕那时候请的那位保姆不同 这位保姆对正探没有什么反感 小卓进来之后 那位保姆并赶紧接过菜去厨房忙活了 卓小猫正拿着笔 在他的小画板上写写画画 看到正探之后 扔下笔就跑过来了 黑哥给你的礼物 小卓将抱枕递给卓小猫 谢谢黑哥 小屁孩也不客气 接过来就拆了看 然后笑嘻嘻地将抱枕放到房间里 直接放床头那儿 正探注意到 卓小猫的房间里有个小书架 上面放的有几本 都是从小卓的书架上拿过去的 那些正探曾经在小卓的书架上看过 仔细瞧瞧 有几本书还有翻新过的痕迹和 这些书有意到难 说几面很广 有些能看出翻过很多次 有些翻得很少 翻得很少的 未必是卓小猫不喜欢看 只是他现在看不懂而已 但正探也说不准 什么时候那小屁孩就能看懂了 这几年小卓不在 肯定不是小卓教的 而那个小万应该或许有教导 但多半都是卓小猫自己的选择 卓小猫抱着抱枕看动画片的时候 正探拿着一本相册在室内的大窗子旁边看 正探没兴趣陪卓小猫看动画片 便过去看看小卓在看什么 跳上一旁的桌子 正探看到相册里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的老照片 边上有一圈花边 照片里面是一个看着三十多岁的男人 但那时候三十多岁 现在应该五十多了吧 看着和小卓有些像 难道是小卓的父亲 照片旁边有一张画纸图的画 纸也已经泛黄 大概跟老照片差不多的历史了 不过画画的人画迹不咋地 正探看不出纸上画着的是什么 只能看出是个类似圆形的东西 小卓的手指隔着一层相册的保护膜 磨缩着上面的照片和纸上的图案 然后从一旁桌子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金色的徽章 徽章看着和纸上的图很像 将金色的徽章放在照片和画纸图案的纸旁边 小卓想起了自己父亲生前的一些事情 他一直记得小时候 父亲在纸上画出这个图案之后 以一种很向往的语气对他说 有一个金色的勋章 他象征着无上的荣誉 可惜直到离世 他依然没能获得那枚小金章 触摸着金色的徽章上的纹路 小卓对旁边的正探导 黑探 你知道吗 一棵树 需要暴露在阳光下的绿色的叶子去进行光合作用 需要亮眼的带着香气的花吸引昆虫传播花粉 需要裹去延续下一代 但也需要埋在土里见不了阳光的根来吸收水分 这个勋章 证明了我的付出 也是这个国家给我的承诺 有他在 不论小猫是聪明还是愚笨 这个金色勋章都能护着他 政探知道 户口本上着小猫的父亲 并不是他的血缘父亲 但所有的正规文件都和户口本上的一致 所有的档案显示的都未必是真的 但却是绝对的正版 正的不能再正 没人知道卓小猫的真正出身 不会遭人诟病 不会有那些异样的眼光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和过去那些人的价值观 或许已经有些不同 但是 这个国家的无名英雄 真的有很多 很多 有很多人 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 没有人记得他们 只有一些不会公开的档案上记录着他们的功勋 或许还有一两枚象征着他们功勋的勋章伴着他们入土 世界需要有人被歌颂 但这些人 绝大多数 永远不会被人们所知 黑哥 那边正在看电视的卓小猫突然大叫道 听到卓小猫的叫声 正他和小卓都回过神 看向那边 原本以为卓小猫叫自己有事 没想到卓小猫只是看着电视 并没有看向正探这边 角度原因 正探看不到电视上在放什么 没打算理会 没想到卓小猫又叫了一声 黑哥 黑哥 妈妈 黑哥上电视了 卓小猫对着小卓道 小卓快速擦了擦眼泪 深呼几口气 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露出笑意走过去 正探也好奇 自己什么时候上电视了 凑过去一看 卓小猫正在看一个娱乐节目 里面有几个电影的预告 其中就有正探去年演的那个电影 很短的几个片段 正探过来看的时候 只看到一个画面 以及结尾那个就在这个夏天 然后那个预告就结束了 小卓没注意 他也只来得及看到几个短暂的画面 看到了上面那只黑猫 但是他并没有将电影上那只黑猫 跟正探联系起来 但卓小猫说得很肯定 小卓也没反驳 正探观察了夏小卓的表情 发现他没认出来 暗自松了口气 只要不容易认出来 自己出去溜弯还是很自由的 电影跟现实中的并不那么相像 正探拍的时候 还选择了很多对自己有利的角度 让摄像机将自己拍得帅一些 再加上后期的制作和一些小特效 应该没人能直接将里面的猫 跟自己这只成天在外面换偶的便宜货对上才是 不过 卓小猫是怎么认出来的 看着孩子的样子相当肯定 要说黑猫的话 西区大院那边也有人养黑猫 上午他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过一只 跟自己长得也挺像的 小卓不打算跟卓小猫计较这个话题 看了看上面的上映时间 便对卓小猫道 小猫 到时候妈妈带你去看这个电影吧 好 与此同时 东区大院三楼二毛他家 同样在看这个频道的二毛 正在给女儿试牛奶 每次冲了奶粉之后 她都会自己尝一口 看有没有异味 温度怎么样 虽说小丫头现在能吃饭食了 但牛奶也没落下 刚尝了一口牛奶 二毛就看到电视上放的预告片 一口奶直接喷了出去 二元看他爸浪费他的牛奶 啊啊地叫了两声 有些捉急 太复杂的意思也表达不出来 见二毛仍旧盯着电视机 二元不高兴了 拍了拍小椅子 用声音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爸 爸 听到二元的叫声 二毛终于回过头 将手里的牛奶递给二元 女儿啊 那只黑煤炭竟然去演电影了 黑哥 二元不太明白演电影是什么 但是他知道 他爸话里说的黑煤炭就是黑哥 跟卓小猫一样 他跟魏小胖也教政探黑哥 对对对 肯定是那家伙 我一看就知道 除了黑煤炭 其他猫演不出那样 那眼神一看就捏坏捏坏的 二毛说道 二元捧着杯子喝牛奶 想着他爸说的捏坏捏坏是什么意思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 算了 不想了 喝奶要紧 到时候看到黑哥之后 跟着爸爸学 就对黑哥说捏坏捏坏 二毛压根不知道女儿的想法 还因为刚才看到的电影 预告片震惊着 他去年都忙着照顾老婆孩子去了 没怎么注意那只黑煤炭 没想到 人家都已经演上电影了 这小日子过的 想了会儿 二毛觉得还是平复不了心里那股子好奇心和惊讶感 但又不好直接沙楼上去询问 这时候那只猫肯定在外面晃悠 指不定还跟哪只母猫搭讪呢 如果正探知道二毛现在心里所想的话 肯定会冲过去揍他呀的 看到放桌上的手机 二毛拿起来 看二元正认真喝奶 让他喝完之后把杯子放旁边 然后自己乖乖地玩会儿 有事直接喊 他去隔壁打个电话 保姆在晾晒衣服 二毛跟他说了声之后 便走到隔壁房间 关上门 翻了通讯录之后 直接给魏灵打了过去 魏灵正在公司那边 核对了几个运输的单子 盖个章 看单子看得有些累 便走外面透透气 听到二毛的电话 魏灵疑惑 二毛这人这时候打电话过来干嘛 刚一接通 魏灵就听到电话那头二毛的咋呼 师兄你造吗 黑煤炭竟然去演电影了 不是宠物广告 是真的电影 和几个小明星一起演的 放到大荧幕的那种大电影啊 魏灵被那个灶子噎了下 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说的是什么 好好说话 魏灵道 二毛这人 自打女儿二元会说话之后 他就经常跟二元对话 虽然他影响了二元 但二元学会了很多词 但二毛也跟着二元 学了些含糊不轻的发音 以及某些对幼儿说话时的习惯 比如吃饭说成吃饭饭 睡觉说成睡觉觉 这要是只对着孩子说就算了 很多家长都这样 可二毛这家伙在大家聚一起的时候也这样说 还夹杂着一些婴儿用语 直接让众人抖落一地鸡皮疙瘩 一群大老爷们在一起 竟然这么说话 魏灵想着都恨不得直接揍上两拳 不过黑探眼电影 去年好像听说过这类的消息 他以为只是和宠物中心那边拍广告一样 没有太当真 但现在看还是真的 叫啥名啊 魏灵走进办公室 坐到电脑旁 按照二毛说的电影名 搜了一下电影黑猫 演员表上没有猫的名字 只有几个演员和导演的介绍 不过从宣传上了解的一些来看 导演对媒体说的是 里面参演的黑猫找一位朋友借的 是受过训练的黑猫 大家都叫他Z 品种不祥 看到这里魏灵笑了 还Z呢 还品种不祥呢 明明就是黑探了 居然还劈马甲 一个一鸣不够还整出第二个 正看着二毛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看了没 是那只黑猫探吧 虽然是疑问句 但这里面表现出了很肯定的意思 二毛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眼地 嗯 魏灵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翻着网页 刚看完网上发布的预告片 反正现在也没其他事情 正好碰上这事 提起了兴趣 多看看 哎 师兄 现在离上映日期也没多久了 要不咱到时候组团去看电影 给黑探多刷点票房 那边二毛期待得到 他并不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其实没多少电影能吸引他 等想看的时候再网上一搜 哼 版权什么的 也就只是个词而已 行 到时候一起去 魏灵也挺期待的 作为早一批认识那只黑猫的人 那只黑猫到底是个啥德行 魏灵心里有数 对了师兄 电影院能带孩子进去吗 太久不混电影院 不知道规矩了 二毛说道 好像是没什么限制 你想带二元去电影院吗 二元太小了吧 才一岁半而已 现在电影院里面的声音又大 空气也差 屏幕闪烁 就怕对孩子听力和眼睛产生影响 魏灵想起他老婆以前说的话 转述给二毛听 这样啊 我到时候再问问 二毛其实挺想带着女儿一起去看电影的 要是到时候孩子他妈还没回来 自己一个去看 就算跟师兄他们一起 二毛还是很希望能带着女儿 再说 这是黑眉探眼的电影 二元的黑哥 不去电影院捧捧场 但电影院的环境也确实不怎么好 于是 剩下的时间 二毛琢磨着 用些什么方法去降低电影院对孩子的影响 焦家的人也知道了电影即将上映的消息 将预告片下载下来反复看了好多次 可惜预告太短 只希望上映期快点来临 上映之前各方都忙着宣传 演员都并不是什么太大牌的 还有不少新人 纯绿演员的话 除了那几位偶像明星带来的不算大的效应 也没有其他的了 导演 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 相比起那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导演 大家对孔瀚这个人还是比较陌生 不过 这次有了新的元素在内 对很多人的欣喜引力就大的 剧情不新颖 但可以看猫啊 自从预告片播出之后 有不少人分析这部片子会有怎样的票房 有人在讽刺预告片里面那几个镜头 说这部电影不知道砸了多少钱 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众所周知 国内的电影特效大多令人不忍直视 为什么国外的大片制作成本都在千万美金 数亿美金的级别 而国内的制作则低得多 前者的电脑特效是一秒一万美元的起价 而国内的那些哄人的特效品 也就一秒几百到几千RMB而已 这成本的差距也就显示出来了 都说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很有道理的 电影相关的论坛里面 有不少专业人士在分析 这样的特效 制作成本怎么都应该有几千万了吧 当初的猫狗大战 猪宝贝等等 一些动物类电影制作成本 都是几千万美金 在国内你拿个几千万美金 来拍个动物类电影 作死了这是 浪费钱不 虽然动物类电影很受欢迎 但因为制作成本太高 国内基本没谁愿意去沾 没想到这次孔汉竟然拍了 不得不说 这个导演还是太年轻 千万美金的制作成本 到时候一定得去瞧瞧 看里面那只猫挺真的 尤其是预告片里面 站起来走路的那个镜头 太自然了 光电脑特效 这得花多少钱呀 这是爱看大制作电影的人 小制作的电影 他们会觉得太粗糙 属于只买贵不买对的那一类 有人奔着制作成本和电脑特技去的 有人则奔着猫这个元素去的 我不认识什么魏文 没听说过什么施小天 我就想去看看里面的猫 反正也没什么电影看 难得国内拍个猫的电影 支持下国产呗 又花不了几个钱 那只猫看着挺像我家的煤球 后面是一张大图 有图有真相 还别说 照片里的猫 跟正探确实挺像的 不过国内长得像的土猫多得去了 除了这位网友之外 陆续要有一些养其他黑猫的网友爆照 在上映之前 各种电脑特效专业人士在网上互喷 就等着到时候上映之后 看看整体效果 然后再做后续的分析 看看分析再争谁对谁错 这里面要说没有幕后推手 正探也不相信 不过电影嘛 就这样 上映之前总得宣传和运作 最让正探好笑的是 有人将杨毅拿出了调侃 听说一星文化这次 投资几千万美金拍了个电影 谁知道详情 几千万美金 扯淡吧 国内几千万美金能拍多少电影了 就你们才信那些传言 炒作 绝对炒作 没准啊 我看那些电脑特效做得挺好 说不定还真就是了 谁让杨毅有钱呢 舍得砸钱 杨毅是谁 楼上杨毅都不知道 异讯文化的大boss啊 款业 给洋款业贵了 可是我怎么听说 这电影制作成本只有几百万来着 还是RMB 楼上傻逼不解释 别说你跟我在同一个技术论坛 二十三楼傻逼 二十三楼傻逼加一 正探看那些人的发帖 看得可乐呵了 他对制作成本的事情并不了解 但他曾经听孔汉说过 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并不高 相对来说 算是小成本制作了 如果孔汉的话是真的 那么所谓的技术论坛里的那些人 全都是猴子 没有谁相信里面那些镜头都是 正探自己演的 尤其是那些动作和眼神 以及微表情镜头 没有借助电脑特效 也没有所谓的替身机器人 被孔汉找去的几只替身猫 压根没派上用场 反而还养胖了一圈 不过不管怎么说 黑猫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 确实因为制作成本的事情 被炒得很火 连带着从洋溢 孔汉到各个演员和后期制作团队 都被扒了一遍 一星文化也被很多人知道 宣传效果达到了 电影的上映在七月中旬 正探是和焦家人一起去的 虽说宠物不好进入医院 但世上有关系这个词 其实也不是焦家这边的人 主动联系的 是方绍康自己打电话过来 方绍康那边有关系 而且正探的参演电影的事情 瞒不过方三爷 他早就知道了 电影上映的前两天 身在京城的方三爷 直接打了个电话给焦爸 搞定 方绍康还说 到时候带着方茫茫一起看这部电影 蓬蓬唱 二毛和魏玲那边有夜号帮忙 一群人组团去的 二毛和魏玲都将孩子带着 也准备了眼罩 耳罩和口罩 如果发现影响太大的话 就给爆出来 焦家那边四个人 加一只猫另外行动 和魏玲他们不在同一个电影院 至于小卓那边 小卓他们和佛爷手下的一些学生们一起 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电影院观看 看自己演的电影是什么心情 正探表示 紧张有 还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毕竟这是电影 这么多人观看 和在家看纪录片的时候很不一样 气氛 是个很容易影响情绪的东西 虽然有方绍康的电话 但必要的措施还是需要的 正探再次攥了背包 等开始放映的时候才出来 旁边坐的是小柚子 右边是娇院 娇爸和娇妈分坐在两旁 左右都有人挡着 也不怕被人看到 至于前面的人也没往后瞧 即使瞧见正探也没关系 前面的人是院方认识的 打过招呼 不怕被人发现 正探不知道这个电影院里 究竟坐了多少人 有没有满园 如果没多少人来看 心里肯定会失望 这部电影不仅是正探的成果 也直接关系到他红包的大小 票房不好 估计从杨毅那里拿到的红包 也不会有多少 不过听声音的话 好像人还挺满 黑猫是一部喜剧电影 走搞笑风格 再加上有正探这只猫的元素在内 影院里此起彼伏的笑声 娇妈他们也笑 不过更多的是看正探在里面的表演 后面有观众低声讨论 那猫用的是真猫吗 肯定用了真猫 就刚才那几个镜头 绝对是电脑特效 你没听说过吗 这部电影投资千万美金呢 换成RMB得过亿 正探心里道 屁 那也是老子亲自上阵的 还故意多恩这了几次 不过就算恩这了好几次 当时孔汉也挺高兴 周围的笑声 让正探的紧张心情平静了不少 同时心里也想着 这个电影的成绩应该还不错 到时候杨毅该给自己包个大红包 耍得了酷 卖得了萌 演技好还懂得配合 这么好的猫演员 杨款也到哪里找去 在焦家人带着正探看电影的时候 另一边 二毛和魏灵也在讨论 他们观看的角度不一样 师兄 还别说 黑煤炭的演技现在还不错 比前两年拍广告的时候好 毕竟有这些年的经验了 之前不是还有纪录片吗 那时候进步也挺大的 不过师兄 你说他这么折腾 会吸引多少注意力 二毛和魏灵对正探了解 对电脑特技方面的就算不精通 也知道些东西 如果这部电影火了 而且真实成本爆出来的话 大屏幕上放着的那只正在蹦塌的黑猫 得吸引多少媒体的聚光灯 到那时候出门溜弯这种事情估计是不可能的了 魏灵顿了顿 到 他后面有人顶着 二毛想想也是 虽然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顶着 但从上映之前网上的争论中可以看出 将目光放在Z身上的人很少 这里面肯定有人刻意引导 同时也约束了内部人士 限制了媒体的曝光 和二毛卫灵他们想的一样 在之前为制作成本炒的时候 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 这部电影的真实情况怎样 但是没有一人说 也不敢说 杨毅早叮嘱过他们 不过就算签了保密协议 也有人经不住外界诱惑而透露消息 也确实有人透露过 但是第二天那人就没在公司出现 圈子里也没见过那个人 听说辞职回老家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大家只知道闭嘴就好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会错的 而小卓他们那批人 大家也因为电影里的那些笑料乐着 放到罗纳德喝洗爪水的时候 卓小猫笑出声了 而且一直笑一直笑 妈妈 他喝了黑个的洗脚水 哼哼哼 卓小猫的笑声里带着幸灾乐祸 小卓也没反驳 只是笑着应声 小卓他们都不认为里面罗纳德喝洗脚水是真的 哪有让明星去真的喝猫的洗脚水的 肯定是拍摄的时候又换了一杯 卓小猫一直坚信罗纳德喝了正探的洗脚水 一直笑 一直笑 小卓的师弟师妹们觉得孩子果然是孩子 什么都当真 其实 每个知道内情的人 看到这一幕都会乐半天 卓小猫不知道内情 但他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黑猫上映之后 很快网上各种评论和评价也出现了 有好的 也有坏的 有人说这片子挺好 不愧是千万美金打造的 电脑特效做出来的那只猫简直跟真的一样 国内不也是没有这种档次的动物特效电影吗 赞一个 当然 也有人说剧情没啥内涵 新人演员的演技太差 比如某罗 要说内涵 现在还真没多少商业大片有啥深度内涵的 有人比是快餐文化 但存在极合理 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之后 找点轻松的不费脑的东西看也是一种调节 咱不是啥文化人 看片就是吐个乐子 真要是什么文艺大片 我还不一定去呢 家里孩子看得挺高兴 高兴就好 其他的次质 有网友如是说 一星文化也趁着机会继续宣传 充分利用网络 吸引了不少观众过去 正他没仔细去关注那些 这几天家里有人 他不好去上网 不过听娇远他们的说法 这电影上周一票房不错 直接将另一部由影地影后的电影给比了下去 大家看片子这段时间这么久 都说这部电影砸了几千万美金 但杨毅不说话 揣着架子装着呢 不过大家都当杨毅和孔瀚的沉默是陌生 各种神猜测报道出来 说的都是很肯定的样子 其实私下里 杨毅和孔瀚不知道庆祝几回了 电影特效的专业人士们仍旧在吵着 电影的第几分钟 哪个镜头用特效了 猫的嘴巴张不成那个形状 猫不可能那么配合等等之类的言论层出不穷 争吵的同时 有更多的没看过电视的原本 对这类剧情电影不感兴趣的人 也去电影院观看 然后回来加入争论 猫有狗有圈子里这部片子也宣传的活 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曾经有位评论家调侃 黑猫这部电影是一部电影 里面的演员们全都沦为了背景 除了罗纳德之外 几位比较重要的演员们 其实也并不在乎背景不背景 就算是卫文和施小天也不在乎 对他们来说 重要的是大老板对他们的态度 其他都是次要的 可惜的是 杨毅这段时间在装神秘 没谁知道这位网友口中的款爷 现在在想什么 票房已经过了一个亿 还在上营期 最后会有多少 证探不知道 他只知道会有大红包就好 其他的也就不去关注了 作为一只猫 他不会希望成个成天生活 在聚光灯下的大明星 那样就没自由了 本来就苦逼的猫生 绝对变得更加苦逼 猫是没有人权的 好在有洋溢善后 方三爷貌似也出力了 片子到现在 也没有多少人往贼的方向较真 太阳卫爱了 我继续决下真 是不小伙子的 碧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